资本介入越深 行业成长和变化就越快 但资本催熟的东西 总带着一股酸涩的味道 如之前的共享单车行业 共享充电宝行业 以及线上教育行业 逐利是资本的本性 但不能无下限的逐利 5块钱甚至10块钱一小时的充电宝 一小时三五块钱的共享单车 虚假宣传制造焦虑的在线教育 都是资本催生出来的怪物 共享的本质是资源再利用 教育的本质是健全原格 杜绝资本的无需扩张 建在弦上 有时候他们带来的麻烦源 比我们带来的进步要多得多 因此有些行业我们不能让资本介入 有些行业则要限制资本介入 有些行业则要引导资本介入 近几年在颜值及正义的大流下 越来越多的新生代年轻人 开始关注自己长得好不好看 一笔整形费用动辄几千上万的价格 让资本红了眼睛 艾美克华西生物等企业的上市 让资本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动辄成本价格只有三四十块的 玻璃酸出厂价就达到了两三千元 到中端的价格更是可以夸张到上万元 那么究竟是谁在主导这场疯狂的艾美运动 又是谁成了行业的最大的推手 MOB研究院数据显示 约76.4%的人群表示 对自己有一定程度的容貌焦虑 其中20.3%的人群当中有中度乃至重度焦虑 从需求人群我们分析到 第一 女性多过男性 且女性的消费者数量大约是男性的十倍 第二 消费群体集中在20至25岁的年轻女性 据信仰数据研究院数据显示 2020年新养平台25岁以下 医美消费者占比超54% 且我国与美国等医美消费大国相比 我们则呈现了更年轻化的趋势 目前我国已经是全球医美第二大消费国了 这是经济发展带来的正向需求 有数据统计显示 2012年至2019年 中国的医美行业复合增长率超过了28% 市场规模也达到了1769亿元 预计2021年 医美行业的市场规模将达到2274亿元 当爱美客华西生物等企业的造负效应 让市场看到了更多的可能性 行业就开始不再呼吻 于是这两年 医美行业一直在扩容 一直在加速 由于市场良悠不起 专业差距明显 从而导致行业乱象丛生 这几年 医美行业失故率不断提升 也成为了一个不争的事实 8月9日人民日报刊文称 近些年 医疗美容行业发展迅速 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通过医美变美的心愿 然而其中的问题却不容忽视 根据前瞻产业研究数据显示 当下医美行业当中 其中50%的费用都贡献给了营销渠道 也就是俗称的广告费 另外销售费用占到了20% 其中10%则花费在了耗材以及运营成本上 最后人工成本和其他成本则只占到了5% 换句话说 医美行业最大成本其实不在材料和人工 而在于货客 当把50%的费用投入到渠道上时 我们是否考虑一下 当下医美行业真的健康吗 有数据统计显示 2020年我国的医美用户人数达到了1520万人 截至2021年4月 这一数字就上升至1807万人 医美用户的高速增长让资本嗅到了金钱的味道 艾美客的上市 资本用真金白银堆出了1357亿的市值 然后在标杆作用的带动下 越来越多的资本涌入赛道 但资本催俗行业也给市场带来了更多的急功近利 这显然不是一个好兆头 一个年营收7.09亿元 净利只有区区4.4亿净利润的企业 撑得起1357亿的市值吗 如此暴力的行业现状下 合法医美店铺究竟有多少 前瞻产业研究院数据显示 中国非法经营的医美店铺超8万家 2019年中国医美机构合法经营仅占市场的14% 而非法经营的医美机构占86% 我认为应该适时的加强医美行业的监管 对于无证或者资质不全的非法机构 应该予以严厉的打击 同时对于医美产品应该制定相关的价格区间 从而规范行业健康 稳定长效的发展机制 综合而言 医美是一门好生意 但是我们不能忽略的是 医美本身具有的医疗属性 过分将医疗引向消费 这将会造成难以挽回的后果